字幕提供 各位傳媒朋友你好 我是羅雅玲 也是這次行動召集中之一 我是中西區關注組的成員 今天我們都在這裡齊集了公民社會很多的朋友 可能有政黨或者沒有政黨 主要是就著這幾天有關美智峰議員 有關這個手機事件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 我們是希望有一個回應的 我們中西區關注組或者是在區內的關注組 由於許智峰是中西區的區議員 也是立法會的港島區議員 我們一直都有很多的合作的機會 我們看到他是一個盡責的議員 也都在社區裡面服務了很多年 在這一方面我們都覺得他對於公眾是一個承擔 所以這次我們都覺得是一個時候 我們走出來發表一些的感受 我待會都會有其他的團體發言 我或者就著我們今天有一篇聲明 我先讀一讀 就是這樣的 困難時刻我們願意和許智峰站在一起 並且堅決反對政府無理地監控立法會議員 我們是曾經和許智峰議員在不同的社會議題合作 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 許智峰一直努力地履行議員的職責 長期為社區服務 我們深信他們中共的承擔 在這個困難的時刻 我們願意和許智峰站在一起 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 我們覺得源頭是政府鋪天蓋地地監視議員 干擾立法會的運作 做法是絕不能接受 引起許智峰議員作出這一次的行動 當然他也都有他的失誤的地方 但是許智峰議員已經是就這件事件道歉 也都願意承擔責任 我們認為大家不應該再在這個時刻 對他落井下石 更重要的是議員是由民選產生 經過民意授權 議席是不容隨意剝奪 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 也都不要因為黨派利益 任意去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 我們在這裏堅決地反對政府無理監控 堅決地捍衛議員在立法會裏面 他們的私隱在不被干擾的情況之下 執行代議事的職務 為市民發聲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楊雪瑩議員 各位傳媒朋友 我今天是響應羅雅玲的一個聲明 我都是來到這裏 和許智峰站在一起的 我相信近日的事件 揭露的更多是政府對於議員行蹤 那個無理的監控 剛才我想大家都集中一句就是 政府對議員的行蹤鋪天蓋地去監控 其實為甚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我相信如果不是這次的事件 我們很難 一般大眾很難得知政府到底是因為甚麼原因 而去做這一個事情 我當然有很多法律的觀點都說 他這個可能屬於私隱 可能不屬於私隱 但是這個 都仍是一個可以爭拗的地方來的 更重要的是 政府有甚麼agender在背後 我相信這次的事件 我們是很需要 除了我們說 應該要和一向黑盡幾擇的許智峰 一起站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更加需要的是 找到政府背後這個原因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 撼動現在這個做法 到底是否正確 到底是否適合 我相信公眾自由判斷 我現在都將咪交給智峰 大家好 今天來到有這個聯署 只是想表達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我們在場的每一位 都是反對立法會召開會議 去罷免許智峰的立法會議員資格 過去一年DQ議員的風波 持續不斷 我們再不能夠接受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有很多人會說 關於私隱問題 各有各的說法 或者代議事就到監察 是他們的天職 但我相信 傳媒是去關注代議事的行蹤 和政府官員 派出他們公佈員體系的人 是去全天候監察議員的行蹤 絕對是不能夠相提平衡 而我們見到記者他們的報導 或者關注 是實踐 也是在捍衛著第四權 也是在實踐著 在捍衛著公眾的支持權 但是政府他們的行徑 完全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 只是為了他們整個體制 是推行一些惡策劣法的政治考慮 今天在這裏 只是想表達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來自公民社會 不同背景的朋友 來到這裏 是希望表達我們對 許智峯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我們絕對不能夠接受 任何的罷免再度發生 或者我都交個時間給中西區裏面的一些活躍的組織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李益生報先 我自己本人是民主黨的中西區社區主任何志雲 我是和許智峯立法會議員 是已經由他未做立法會議員之前就開始共事 直到現在 我是絕對相信他的為人 也是相信他的幹勁 是為市民服務的 我雖然是都不認同他這次的做法 他自己也是已經道了協 但很希望是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我們是絕對反對任何的團體 是利用這次的事件 是希望對他進行一個 恥奪議員資格的動議 又或者是去剝奪他議員資格 因為這個是選民賦予許智峯議員 進去監察政府的一個義務 而我們是應該遵守 而我們都是很希望大家 香港市民的朋友 把焦點放回 為何許智峯議員這次會做這件事 是因為有政府的人員 是去全天候監察議員的一舉一動 是令到我們的議員非常之憤怒 這一個才是許智峯議員 希望帶出來的訊息 可能他的手法 今次是有不恰當的地方 但很希望大家專注 在他希望帶出來的訊息身上 多謝大家 我以前是議員來的 所以我已經受過這個第七十九 第七條的彈劾了 不過小弟 命大福大 如果我不說 兩三次公開演習 我要說的 我就不是為許智峯求要 因為許智峯也沒有求要 許智峯就說 不當 然後 然後 最初就向那位女士道歉 然後再向那位女士 和引起公眾人士的失望而道歉 這個是非常得體的做法 喏 我是立法會議員 我要說多幾句 因為我經歷這些事情 第一 建制派說要用七十九七 即是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第七 就是說有個議員行為不檢 而經這個 立法會的大會 用在席的三分二 議員通過就可以隔離他 已經正在做的了 我現在問 那些建制派議員 十分之就是七個 你是不是出來這樣做 先不要經常說要做 麻煩你快點做 你去做就 這樣就引動了另一個憲制的問題 因為如果 因為我們那個七十九七 就不能調查的 一排波就動手了 就說他不檢就可以了 現在說他不檢 包括民主黨在內 坐之以罪 就一上去投票 鄭榮太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就是因為坐牢 過了刑期 另一個問題 那如果他們是這麼勇敢 用七個人 去說要 癡斷 許志豐議員的資格的時候 我想請問 另一個更加重大的公眾利益 就是政府到底有沒有 在立法會裡面 和立法會主席 串通做了政府行為 來去監察議員 包括記者 所有在場的人的 這一個 之人 根據立法會條例 包括特首在內 被容許 入到去我們的議會範圍的人 是和立法會議員一樣 有權力也都受到限制 我想問 我自己走去周圍 用那個方法去 去掙扎其他人的 的私人 可以嗎 掙扎林鄭月娥 走到鄭若驊那裡 可以嗎 不行 就是說 他們是在立法會的默許底下 行使他 在做政府行為 我再說一次 許志豐並不是在街上 見到一位女士 無緣無故走去欺凌他 調棄他 而是他見到一個 女性的公職人員 很明顯 違反了 立法會監察 行政會議和政府 調轉是由政府來監察立法會 這個是要查的就是 要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不是查 許志豐 因為我們不主張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查許志豐 是叫許志豐出來說 還有一個我要補充 詩隱 專員 說 在那個範圍裡面 應該大家開始想到 完全是公開的東西 不是私人 我覺得他是傳言 因為我打電話給許志豐議員 我睡不著 有一半的一定不符合那個定理 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如果許志豐議員拿到的 全部不是私人 就公開 你說嘛 我希望許志豐議員公開 如果這個 私人專員公司的 那個 Commissioner 覺得是要看一下 就看一下 做評斷 你覺得一波峰說 許志豐錯 我覺得香港的重大公眾利益 是政府冷權 而不是一個議員失德 兩個都是公眾利益 那個公眾利益 下屆許志豐可能沒得做議員 或者今屆 立法會那筆保皇黨 串通某些人 令到他沒得做議員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是公眾利益 是那些選民的公眾利益 但是問題就是 所有人都是公眾利益的 六七十個議員的公眾利益 是這麼大的公眾利益 如果那些人這麼喜歡 許志豐道了險之後 都要踢走他的 我現在挑戰這個建制派的議員 你是為贊成這個民主派的議員 如果提出用這個權力和權條例 去叫政府上來解決 他到底儲了多少 儲了多少我們的資料 用了多少人力物力 跟哪一個合作 去做一些 立法會議員 在自己那個 那個立法會不做得 而他作黑人 而反而可以做的事 我認為 一百分之四百 是支持了許志豐 他自己認了錯 我不可以代表他不對 他認了嘛 所以我希望民主黨 其他那些 真是小句說話 今天不是你去說 人家的建制派已經都響了 十分之七個人 他一定做的 如果他敢做 但是我現在警告建制派的議員 如果你是用 基本上第79條第七 去TQ一下 許志豐的時候 我拜託你用權力和權力條例 去查一查 許志豐議員 拿到的東西 和他指出的東西 如果你不是這樣的 你們是偽善 你們是私仇 你們是私仇 而不是公德 如果你能夠問 我跟我答 我答 答 長期在我們的會議室門口 去夾我們的議員 好像狗仔隊跟著我們的議員 夾出夾入 去夾他們的紀錄 這是不是我們香港社會接受的 這是大家問大家自己的問題 這是我們立法會的尊嚴 為何我們從一個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 可以從速這樣的安排呢 而在這個立法會的主席 甚至是行管會 對這個安排有什麼見解呢 是否容許或者默許 特區政府可以透過這些公職員 我不是想去攻擊那位女士 是跟她的事 只是前線的工作 我是想說整套的所謂機制問題 為何我們作為一個立法會 人民授權的地方 反過來今天變成了另一個監獄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就是關於那個 所謂雙重標準的問題 不過長毛說得深厚了一點 因為她說要用這個權力的特權條例 去查剛剛那個問題 我就說呢 如果保皇黨 覺得許智峰真的這麼有問題要查她的話 麻煩你首先交出你們那些人 周浩鼎 何君堯 殺毛蛇 又不是刑事 沒有過去嗎 那些人你不交人嗎 如果當一個立法會要搞到這樣 就已經很肉酸了 今天我相信在這裡這麼多位朋友站在一起 可能有一些會不同意 許智峰的做法等等 這些每個人的 觀點角度的問題 許智峰自己也都 她自己站了出來 道歉了 但是今天我關注的 就是麻煩 你的保皇黨 是不應該上綱上線的地步 要去欺奪她的議席 透過這件這樣的事 甚至是蒙滬了 這件事本身最重要的核心問題 就是一個立法會 應不應該 這樣給一個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 跟議員跟出跟入 夾緊他們出出入入 之類之類 所以 最後都是一句 就是我認為如果 保皇黨真是這麼 把炮這麼本事的 這麼嚴正 這麼公明的 要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何君堯 殺毛蛇 那些他不跟準 不立國委員會去搞搞他 周浩鼎那些他又反對 什麼標準來的 這些是 如果他們是這麼公正 嚴明的辦事的話 麻煩他們站出來 我就認為這次 這件事 就是 應該是到此為止 因為他們 已經作出了他們的投訴 甚至是交了給警察去處理 要剝奪 即使要剝奪 許智峰的議席 那個都是香港人 不是保皇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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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派 不是葉劉淑儀 更加不是那些零票的功能組別議員 所以我的立場 非常簡單 就是 在這個議事堂裡面 沒有任何一位議員 是有資格 撤銷 許智峰議員的議員資格 許智峰議員 有沒有做錯 他自己本人有一個結論 公眾也有一個結論 我相信司法程序也剪開了 但是 即使許智峰議員 是用一個不合比例的手段 去回應政府狗仔隊的騷擾 都絕對不應該由立法會議員 去褫奪許智峰議員的議員資格 因為他們並沒有權 亦都沒有資格這樣做 唯一 有資格 去踢許智峰出立法會的 只有香港狗的選民 所以如果 建制派議員 他們認為自己有權 有資格 覺得 許智峰是今次的事件裡面 是有一個嚴重的道德 倫理或者誠信的失誤的話 他夠膽投這個票 希望他們可以立即發動 另一個檢責的議案 立即DQ周浩鼎議員 一個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私通一個涉嫌 貪污的前特首 哪一樣的事件嚴重些 哪一樣的事件是能夠直接 顯示到這個議員是有一個誠信 道德或者是倫理的問題 我相信是很清楚 所以我認為立法會 無論是哪一個派別的議員 無論是民主派 還是建制派 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資格去撤銷許智峰議員的議員資格 我是港英年代的立法會議員 是港英年代的立法會議員 我記得在這幾天,許智峰出事之後,他有講過,在一年多些前,已經是去信私隱署,去講這個跟蹤問題,私隱署是避而不答,但是事發當日,私隱署就說手機,那個是沒有問題,大家可以理解到,現在已經是官黨勾結的年代,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想說的,我從政三十年,在去年的六月三十號,我是擔心到要出走,不敢在家過夜,因為那天一號是習近平來香港,很多是不知名的人士,在我家,在我寫字樓,是佈著我,還有三輛中港車,在樓下等著我, 我,民間電台就位於康律中心,十樓就是銅鑼灣書店被擄走的地方, 今天,好一點就是政府的狗仔隊,如果遲些是西華的狗仔隊,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他沒有出示證件,叫他不交代,叫他交代出來又不夠膽,我覺得我支持祥福的動法,是用權力及白權法調查, 許智峰及這個主席和政府,有沒有是主席傳統政府勾結,去為了一地兩檢,快速上馬,我們要追究的,就是為什麼會有監察她,監察七十個議員,我們要追究到底, 謝謝,謝謝,謝謝。 為了現在都邀請中西區的民間團體,區區有樂的Sam Yeap和KY一起來,可以快過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西環飛躍動力和區區有樂的葉錦龍 在我旁邊的也是區區有樂成員張啟一 這次我們是對於許智峯 作為我們地區的戰友 他有一個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是覺得非常震驚的 但是我們在這裏 對於那些民風起舞的 建制派保皇黨的議員 我們是覺得他們的行為極度可恥 在這個2017年 即是去年的4月26號 剛剛好是昨天 我們中西區的區議會 其實也都發生了另外一件暴力的事件 而當日的受傷 的受害者 正正就是許智峯議員 在當日 他們這個建制派保皇黨 他們不作任何的聲響 反過來說許智峯議員是甚麼暴力等等 但是實質上的狀況就是 那個出名斬樹的陳哲貴區議員 他們用這個詠春的琴拿手 一手把許智峯虛了整個人到地上 有片為證 但是建制派保皇黨的議員 他們去了哪裡 他們反過來譴責許智峯 這些人就是喊觸策的行為 今天我們見到這個政府 他們利用他們的公權力 他們利用這個掩航媒體的一些 宣染和潑潑屎水 他們是將許智峯打成一個 叫做說這個非常之醜惡的人 但是我們在地區的人士 我們就知道 許智峯是一個無論是 甚麼派別的市民也好 甚麼派別的團體也好 是非常之包容也都支持的 一個地區實當型的議員 我們中西區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十分之支持 許智峯是能夠繼續履行 他區議員 以及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繼續為我們香港島 以及是我們中西區 和香港的市民打平 在這裏我希望 各位的香港市民 無論你是傳媒朋友也好 你是這個政府的官員也好 你們不要用一個 我打份工的犯法 這樣的心態 來走去做這些狗仔隊 跟蹤 撥訓 勉沒良心的行為 因為我們香港人 在過去的一百七十幾年 奮力的形建 不希望 我們今天不希望 在回歸二十年都未到的日子 就已經是這樣 在互相撥訓 互相撕裂 今天的撕裂 今天許智峯 要出去搶手機 去看這個 去拿手機去看這個資料 究竟有沒有侵犯私隱 而事實上很多狀況 我們都見到一定是侵犯私隱 只不過 私隱專員公署 他是甚麼人來的 政府的人來的 當然是幫政府說話的 這次被人搶手機的主角 是甚麼 E.O.來的 官來的 當然是幫他們說話的 我們就是不要這些 官官傷害的行為 如果政府 是有這麼把炮 在這裏說 許智峯議員 在這裏拿手機 你夠膽 你就將你所有 過往二十幾年 收集的 所有議員的資料 和所有 我們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士的資料 全部拿出來公開 告訴我們香港市民聽 你究竟有沒有侵犯私隱 你究竟在做甚麼 我們 地區的人士 是會一而繼往 繼續這樣支持 許智峯 以及其他 我們區裏面的 不同的團體 繼續在我們社區裏面 進行推行民主 以及 可惠我們民生的工作 在這裏 我們都呼籲 各位的傳媒朋友 各位的香港市民 和各位現在我們身後面的政府官員 你們 要憑著良心做事 如果 你們現在是在1940年的話 你們就算 是聽這個 納粹德軍 說話都好 你們實行的命令 你們都是 犯著這個 人權的法律 你們都在侵犯著這個 人權的 這個 我希望 提醒大家 我們出來做事 並不是打扮工 就算數 就可以作作監犯科的事情 最主要是 憑著良心去做人 在這裏 我都希望 各位的朋友們 能夠 繼續支持 我們民主的運動 不可以 就是因為這樣而氣餒 多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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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區區遊樂的張啟印 我記得 可能 大約四年前 2014年 大約這麼長的時間 我和 我和許智峯、吳兆康在中西區區議會揭破當時大家第一次認識許智峯這個名字的時候 區議會裏面一些批撥款的合謀 作為他一個長期的戰友 其實我跟他說這次這件事和以前那件事其實不一樣 雖然我認識的許智峯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 很用於揭破黑幕的人 不過我相信無論是我還是他都好 我們都覺得這次這件事他真的做錯了 所以雖然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他這件事做錯了究竟是哪一個有權去對他作出處分呢 那這一個呢 即我們可能講的是DQ的權力 其實是不屬於任何一個立法會議員 而是屬於正如剛才岑武輝所講 每一個曾經透過他票的 甚至是全港島區的選民 那所以希望大家集中這件事件 許智峯的過錯呢 怎樣承擔呢 其實是可能未來的選舉 交回給選民的決定 那所以希望各位集中這件事 我們是要對準回政府現在是侵犯議員 私隱這個不公義的事情 而不是再針對許智峯這個人 多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民主黨 目前仍然是民主黨東推的社區主任 我們呢 其實很想講的就是 在這件事上面 許智峯已經道歉 也都是我們同意 或者我個人都是同意呢 他是有做錯的地方 不過呢 是不是可以就由一些的立法會議員 甚至乎一些所謂朋友 來去決定他的去留呢 他這個議席 是應該交回給我們選民去做決定 沒有人 也都沒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是有資格 或者有這個權利呢 是對他呢 進行所謂的DQ 所以希望大家 將這件事盡快回歸 是去回那個重點上面 就是為什麼 我們原本 是應該監察政府的議會 反過來 政府派人來監察我們的議員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所講的說話 並不代表黨 我個人意見來的 所以呢 都感激了 還有其他黨友都一起出席 希望未來的日子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其他人都會一起 繼續一樣 是一致地 是跟許智峯同行 繼續支持我們香港的民主發展 大家好 我是盧俊宇 我是民主黨社區主任 新界西團園區的社區主任 也是司法團隊的召集人 今天我來到這裏呢 是想和大家講 香港人呢 很生氣 這次 生氣什麼呢 我們是被政府 被建制派 甚至乎被其他黨派影響了 那個焦點在哪裏呢 這次其實是很明顯 是一個行政干預 立法機關的一個行徑 大家想想 大家想想 EO走答的資料 他會不會同時間給 法民主派的議員呢 他一定不會的 所以其實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一個行政干預 立法呢 第二件事 很多街坊跟我們說 雖然 許智峰這次呢 有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今早發生了什麼事呢 大家都知道 在粉嶺哥爾夫球場 有人和平示威的時候 被人架了在地上 被人孤頸 當場警察沒有做行動 究竟什麼叫暴力呢 香港人很多街坊 經常跟我說 他說香港很恐怖 因為雙重標準 剛才都說了 一些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自己 如果說到這麼多道德高地的時候 應該首先DQ他們的議員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出來 我們要聲援 跟許智峰同行 不只是跟許智峰同行 是跟一個公義 一個民主的價值同行 今天我們要守護的 不單只是許智峰 我們守護著我們的立法會 守護著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多謝大家 我問過許智峰 昨天我很晚打給他 他 是會很堅定地繼續的 我再說一次 許智峰自己的醒悟 覺得他自己做錯了 許智峰自己的醒悟 我們這裡的人沒有資格 去代他說他的醒悟是錯的 錯還是對的 這是八字的良知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醒悟不應該成為 批鬥迫害的理由 我再說一次 如果要用基本法第79條第7項 輪到許智峰 何君堯 公職人員是否不當罪 自己有地在高爾夫球場旁 都不申報12萬尺 那些是大利益 所以說來說去 哪個建制派議員 說要奏夠7條貿易 去用基本法第79條第7 追究許智峰的 是偽善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先對付何君堯周浩鼎 第二 如果真的要一意孤行的 許智峰的辯解 我說明啊 權力及特權條例 不是要來查議員的 是查整件事的 現在許智峰有證據都沒得說 他說有一半是私隱來的 那私隱公署那個 阿頭就說沒有啊 我覺得大家要出來說話 那個私隱專員公署那位阿頭 麻煩他看完許智峰的意見 才評論是否有私隱 那我 是否跟你說 不好意思 是不好意思 我是人民力量蘇豪 今天不好意思 遲了因為有些事做 我在這裏我覺得我有些特別 因為我在2011年 我和許智峰在中環區 是對選過區議會的 當時我們呢 是有些政治 即是立場的不同 那但是今天呢 我都來支持許智峰 就是 其實自從他做了區議員之後呢 他的抗爭的表現呢 我們都是 我相信我們在場的朋友 很多都是很支持他 一直以來在區議會 之後他入了立法會 之後的抗爭行動 我們都支持他 但是也不是因為這樣 我今天來支持他 而是因為 他這次做的事 是捍衛立法會的尊嚴 包括那些保皇黨 其實 其實是包括他們 因為那個政府 的狗仔隊 其實下來 根本上就是 每天是侮辱 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而他們其實是看哪些人呢 他們其實主要就是 看民主派的議員 因為保皇黨的議員 是他夫之之來 就很低之之去 所以 所以 其實他們這幫議員呢 是下來 是隔著民主派的議員的 很明顯是有針對性 而許智峰他 他跟著這個行為 當然 他自己都道歉了 但是他不是因為 他等錢收搶別人的電話 是吧 他是因為基於這個 立法會被侮辱的原因 所以 才有一個行動 有一個回應 那所以 他所做的絕對不是出於 他自己的私利 是完全是基於 立法和這個行政的關係的一個 不對等 也都是一種對於 立法機關的侮辱 而作出的反應 所以 我們今天出來 支持他 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因為一個 公共的利益 也都是因為 立法會 作為一個監察機構的專業 所以出來支持他 我所說的是這麽多 大家喊幾句口號 政府才會對 消息 政府救濟隊 政府救濟隊 Ind Repere 政府救濟隊 保署 未來防線 請問其他人都可以,不是一定要問 是的,有沒有?OK,我們現在完成了今天的活動 謝謝各位今天參與的朋友 其實我們會發起一個聯署的 我們會發起一個公眾的聯署 我們今天就會將我們的聯署上網 謝謝各位來到之前 謝謝